戴口罩有没有效?有效 戴口罩有没有效?有效 抱着严肃的心情去说高雄市长到底要说什么 结果他一出来就跟我们讲说 戴口罩有没有效? 如果戴口罩没有效的话 他妈了我们这一年是在戴什么的啦 他是不是当高雄人是白痴啊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标题 陈其迈紧急开了高雄记者会 原本记者会预定在下午3点要开了 结果他说临时不行了啦 忍不及了啦 提早开了 然后抢先那个抢板面的 结果他讲了什么了 我们来看一下 要说明这个防疫的政策 韩其迈到底要帮这疫情做到什么样的付出 有什么想法我们要跟这个市场一起前进 到底要讲什么 我们太期待了 高雄不能沦陷了 结果他讲了什么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这张表的红线图 假如完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之下 是这张红色的图 假如你戴口罩的比例达到90% 那将强烈的可以有效阻挡感染 戴口罩有没有效 有效 戴口罩有没有效 有效 有时候我看到韩其迈的脸 我也不是说一定要骂他 抱着严肃的心情去说高雄市长到底要说什么 结果他一出来就跟我们讲说 戴口罩有没有效 我们疫情多久还需要让你来说戴口罩有没有效吗 如果戴口罩没有效的话 他妈了我们这一年是在戴什么的啦 他是不是当高雄人是白痴啊 哈哈哈哈 搞不好他心里真的这样觉得 因为会选他当市长的人 就真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小姨小妹打上来 他是不是真心以为高雄人是白痴啊 他一出来是要跟高雄市民讲 对啊 他出来不是跟全台湾人讲 他出来是跟高雄市民讲说什么 说戴口罩是真正有效的 我们已经疫情已经一年多了 出来第一句话跟高雄市民说 戴口罩是有效 所以从明天开始 没有戴口罩 防保局拒绝收垃圾 他怎么这样骂他自己 哦没有啦没有 因为我只要听到垃圾两个字 我真的会联想到我们的市长 我们高雄市垃圾车出来的时候 就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长韩奇迈 哈哈 那整个记者会讲完了之后 他就这样子给大家看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各位媒体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 他说大家有没有意见 然后都没有人有意见 话记者都傻眼了吧 记者说你是在讲什么小朋友 哈哈 诶整个一个安静诶 你现在是整个在办法会吗 是在办什么 育活节法会吗 就办完了整个就场面很殊胜啊 跟你讲如果这个市长是韩国语的话 记者就问到疯掉 跟你讲记者都敲不起韩奇迈诶 因为大家都傻掉 召开临时记者会 那记者可能从很多地方很忙跑过来的时候 结果市长告诉我们说戴口罩是有效 左邻右舍在那边讨论说 诶我们昨天市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然后到底讲了什么 我们那个高雄市民要配合 他都说戴口罩有效啊 三姑六婆会怎样会不会笑出来 他笑到口罩都掉下来了 跟你讲要赶快 赶快用上去不好意思啊 不然要防疫不能疏忽 靠北那我戴一年的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效 他在韩国语啊 草包咧 到底是谁是草包啊 到底是谁是草包 到底是谁是草包啊 就讲这句就好 到底是谁是草包 到底是谁是草包啊 今天韩奇迈出来说戴口罩是有效的 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还在跟我们讲戴口罩是有效的 到底是谁是草包 到底是谁是草包啊 疫情升到全国三级警戒 已是蔡政府执政危机 明天就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五周年的日子 缺水缺电缺疫苗 缺水缺电缺疫苗 还有一个网路上说的两个字的 小姨小妹 你们应该有在网路上看很多 缺水缺电缺疫苗 还有一个叫缺什么两个字的 小姨小妹打上来 缺德啊 蔡英文缺德啦 德不配位啊 对啊这是网路上大家都在讲的 老大只是把网路上的人在讨论 告诉你们民进党 也有老大的嘴巴告诉你们 你知道网路上的人都在讲什么 你们自己看留言板啊 你们自己看留言板吗 缺水缺电缺疫苗 还有缺什么 自己看一看好不好